新闻 兩位帥哥 兩位美女 上個月製作了一集 找個男朋友這麼難嗎 真的很難 OK 好 敘述了現代大靈靈子 越來越難找到合適男朋友的心情 及單身的孤獨感 結果節目播出之後 回響很熱烈 那麼可見孤單是現代的文明病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就做一集 男版的單身專題 OK 那麼介紹他的背景 然後跟你講他單身你就很想氣到轉台 對不對 先等一下下 OK 因為每個人都很不為人知的困難 OK 那麼今天請到的是溫柔暖男 被網友推為溫柔的大樹醫師 王樹偉王醫師 那麼大家可以猜猜看他今年單身幾年了 來老師猜猜看他單身幾年了 什麼叫單身幾年 好 就是他沒有 就是說他上次教女朋友到現在 如果 長這樣喔 長這樣我知道 最溫暖的喔 而且 而且 等一下 可是他長得真的像未成年 車喔 他有這個車喔 他有這個車 OK 我跟你講 這麼帥喔 都沒有開機喔 一個月 我才不相信你 你確定沒有開機嗎 單身不見得沒有開機耶 我跟你講 所以我現在要問說在 你到底是講開機還是單身啊 單身啊 開機有好幾種 是被動式開機還是主動式開機 然後是哪一種情緒不同 就是以他上一次練琴距離到現在 距離多久啦 我覺得很 那個不重要 我覺得開機比較重要 幾個月 我感覺頂多一個月吧 對啊 來這邊討拍的 好 人世間肉收很嚴重喔 你最要講實話 對 對 對 要不然情緒陰見不遠喔 絕對是時候 真的透明的 是 所以你上一次交男朋友吧 交你 對不起 沒有 上一次交女朋友到現在 你來上這節目損失太慘重了 被你動式的出櫃 多久 多久 從我畢業前 實習那一年到現在11年 因為醫學院要讀7年 第6年之後第7年實習 對 實習那年 所以應該差不多245歲 對 2425歲 為什麼實習那一年會斷 太忙了 太忙了 實習一直太忙了 然後之後就一直沒有交 對 到現在沒有 所以現在幾歲 現在34塊5了 所以已經有10年了 11了 11年了 是 單身耶 是 哪有可憐或吸引 對啊 這一定有什麼引擎 你真的因為我們找不出原因嗎 對啊 這真的是你的車子喔 對 這是我的車 這台咧 舊車 舊車 所以是新車 對 之前開的 那這樣用意是什麼 這才是原本吧 沒有 那是什麼車 跑車啊 對 沒有啦 BMW 對 多少 280 280 280萬台幣 哦 哦 那是 還有黃子耶 沒有 G4 昌篷的 昌篷的 他還有車 還有黃子耶 真的嗎 老師你怎麼調查那麼清楚 他在選領事喔 對對對 聽說你爸在他的領事 對不起 黃子在哪裡 中校復興 你看看 台北市中校復興 夠了 夠了 非常足夠 身體狀況怎樣 還不錯 剛剛還沒壞掉 大哥 我知道你 我也是在想 五常必有一段 你知道嗎 就是 你看 職業又好 收入又好 又有房地產 然後呢 有房子有車子 然後有銀子 對不對 然後還有 切妻子跟兒子 對 沒有 所以一定有一個 有什麼 我剛剛講的 有什麼錯 對 五常必有一段 你知道這就是壓力 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說沒有女朋友 應該覺得 那你一定是有什麼 對 有什麼怪怪 聽說你爹 你爸啦 對 在一起前過年 要山東人嗎 好 在自己的臉書上還寫說 希望你能夠早日締結良緣喔 是 我爸他比較內向 所以每次我跟他講話 其實沒有什麼 很多話可以講 他比較內向跟你不結婚 沒有沒有 只要我跟他聊天 他每一次都會問說 你現在有沒有女朋友 像我昨天跟他講視訊也一樣 他也是問說 你現在有沒有在追著女生 為什麼要視訊 爸爸不在台灣 在國外的 在韓國 對 他是 爸爸是韓國人 媽媽是韓國人 爸爸是山東人 對不對 所以你小時候 在韓國長大的 我到大學18歲 才來回台灣 所以你會講韓語 首爾出生的 對 沒錯 是韓國長大的 但你要比別人的機會大一大倍 你說韓國那邊嗎 對啊 沒有 很少回去了 現在都在台灣 不管了 說不定在飛機上碰到 是是是 那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為什麼這次韓國小姐 撞臉成這樣 哈哈 撞臉成這樣 不要怪我 撞臉成這樣 撞臉成外科 撞臉成外科 他們對於漂亮的臉的標準 他們對於漂亮的臉的標準 有一定的公式 我覺得整型外科醫師沒創意 對 都一樣嘛 而且人家就講說 是在選整型醫師的手藝嗎 對 是誰的好嗎 而不是選小姐 你們看得出來那個手法邏輯嗎 都看得出來 幾乎了 對啊 OK 天啊 好可怕 還回到你的婚姻大事了 而且美美姐 對 有一個重點 我剛剛私底下有問他 我說像他專門幫人家動刀嘛 我說那你喜歡那種整過的嗎 他不喜歡 嗯 嗯 整過的分量的 這很困難的你知道嗎 他喜歡自然的 我已經被問過太多次是有問題了 你看 因為我整型外科到現在已經做了 大概七八年有 太多人問我 我是覺得如果你今天 假如說你單眼皮不好看 你擱個雙眼皮 讓自己忽然變好看一定 我覺得這OK 可是我不能接受的是 他無時無刻都在想 我自己哪裡需要做些什麼 嗯 他想說你看我這邊有一點 這邊有一點 然後他就會想盡辦法去 花錢或是找人去幫他做 那不夠的一點點 你為什麼一直要講一點一點 而且在這裡 沒有沒有 我講一下這樣 我們這裡有一點 欸這裡有一帶 這裡有一帶 也都沒錯啊 好 不過這個王醫師大家很好奇 那宏偉大家也很好奇 因為他年薪本來是400萬 哇 之前在外商的時候 什麼叫本來 對外商銀行 而且做到副總裁 唉唷 多久前 這麼厲害 去年五月份離開外商 對 那你單身資歷多久 其實都陸陸續續 最近一段感情 應該是去年五月分開的 對 OK 那也沒有很久啊 但是一直很受挫 都不是很長 還蠻短的 是喔 原因是什麼 可能年紀越大 你的個性啊 都會有一個 在那邊 一個個性 一個怪性 因為你對你的生活 有品質上的要求 你在於互動上面 你就會有一定程度的龜毛 我覺得是難免的 那你應該有多多少少 約會過吧 有啊 當然有 然後呢 就是不來電還是怎麼樣 大概就約到第幾次就斷了 有時候感覺很好 會想要相處啊 我會一直跟他聯絡 說要不要見面啊 什麼的 可是可能約個兩三次 後來就沒有什麼消息 就是 你是說對方沒消息嗎 他不見掉 或是他 或是我覺得 對方可能不太適合 繼續長久下去 當然也有那種相處兩三個月 覺得還不錯的 可是 我覺得 我這個年紀到後來 我會發現 我沒有辦法很輕易的去 像年輕時候一樣說 來你做我女朋友好了 因為這個東西 畢竟是交往 是相處 那如果說你今天 根本不了解對方 也都還不合的時候 你就貿然在一起 你們最後會分手的機會 其實很大 那分手 對於女孩子 或是對於男孩子 其實都不是一些很好的事情 那你媽媽會逼婚嗎 有 韓國媽媽會逼婚 有 你在韓國35歲 單身算年紀大嗎 大 韓國平均是幾歲 我不知道平均幾歲 可是昨天跟我媽視訊的時候 她說她前一天才去參加同學的聚會 她有四五個死檔 那五個人加起來 小孩大概有十一二個吧 除了我們家我和妹妹之外 全部都結婚了 所以你媽壓力有點大 大家都在關心她說 奇怪你家小孩也沒有查到哪裡去啊 怎麼都沒有消息 那我媽聽的時候 當初是有點就是 喔對啊沒關係啊 那為什麼不介紹宋惠喬給你 你幾乎有點大一點 宋惠喬 對宋惠喬你幾比你大吧 我真的想 對 宋惠喬也才 也沒有跟你差不多啊 我記得應該大我一歲之類的吧 那你大一歲就閒了你 這個真的是 36歲宋惠喬 這樣 這還要介紹什麼 宋惠喬都閒了 我們還能說什麼 不敢不敢 我一直不然我變主要 不敢不敢 不敢 我們都 不是因為你 不是 我第九題 我第九題要怎麼問 你幹嘛反應那麼激烈 人家廖老師都沒有走 欸 我要把問題問完 第九題你自己看 乾脆醫生你就說明白 你挑對象的條件好了 人家也好有依循的標準 對 宋惠喬大你一歲 年紀太大了 不是要幾歲啦 沒有沒有沒有 宋惠喬跟我Level實在差太多 我們是不同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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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不要把職業年齡 愛奇有分世界嗎 沒有沒有他就太紅 他真的太紅了 你看太紅也不行 對太紅我會有壓力 我當然一定會有壓力 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 教育有人說要介紹 志玲姐姐給我認識 我應該也會嚇一跳 那我問你那如果我是上班族 一個很普通上班族的女生 我今年25歲 OK嗎 OK啊 我OK啊 你看OK啊 就算25嘛 對嘛 重點這25不是職業啦 懂了啦 我聽你一大 我聽你一大 為什麼我這個 這個時候一放 不能講實話 為什麼我講人家 講一句話 哪無不行 像第二題那無 才瓜哥 新聞 其實王醫師 網路上是有討論你耶 看一下喔 重點是在最後一句話 真的 有沒有台北慈濟醫院 王術偉醫師的八卦 聽台北慈濟王醫師 這個專題演講 八仙事件 以生命的省思收穫良多 因為你這個氣爆的時候 也發很多馬 是 整形外科嘛 是是沒錯 他說原來啊 整形外科不只是一般的醫美而已 原來啊 台大醫學系畢業的王術偉醫師啊 平時開的是進口小跑車 這就是八卦 對 而且女生重視這個 很跳通 人家有在看你嗎 請問有沒有台北慈濟醫院 王術偉醫師的八卦呢 他的八卦喔 大概就是目前找不到老婆而已吧 再來一個是 當初別人找了一堆財團千金 希望透過我介紹給他 結果 點點點這顆喔 財團八卦三千金也看不到 最後再來這一句有趣 媽的 我都希望我自己單身 對 這一定是個阿嬤馬流的 對 類似我這樣子 類似我這樣子 那等待了結婚了呀 因為我跟你講差別在哪裡 就是說 35歲的男生還這麼有行情 是 如果35歲的女生呢 那就 那就趴著 那就趴著趴著 我跟你講 你這樣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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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花蓮 在花蓮的時候 對 那這個咧 這是八卦治療病人的時候 真的是 空檔時間 我覺得八卦氣泡那個 還情有可原啦 那時候因為太多變換 總醫師的時候 你 那這個正在總醫師的時候 總醫師的時候更累 總醫師記得那時候 我們值班有一線跟二線班 我有一個月值到26個班 嗯 一個月 26個班 平均是應該一班正常是幾個班 平均10個班 可能就比較多了 一個班是多久 24小時 整天 啊 對啊 好可怕 所以一個月你幾乎沒有休息耶 幾乎 所以這樣怎麼交女朋友 總醫師那時候就是 只要有刀 只要開到房有刀 就要去處理 然後只要急診有摳 那學弟學妹他們沒辦法處理 我就要幫忙處理 其實整型不是只有打打玻尿酸 他們這個是還有很多是顏面重建 那個其實都很耗費時間的對不對 最麻煩是口腔癌重建 對 各種癌重建 還有OGS 比方做二面的那種整型的 那個很大 因為口腔癌的病人 通常是其他科先挖完 挖完之後再給我們去補那個洞 對 所以往往你過去看的時候 會發現一個很大的洞在那邊 然後你就要開始想 到底要怎麼去處理 那一般這種刀至少 至少都要6到8個小時 對 有時候最久 我最久開過17個小時 從晚上7點開始看 那你們也要輪班那個急診 急診會有病人需要我們處理 處理什麼 外傷很多耶 燒傷 臉的外傷 手的外傷 急診 急診狂就是需要王醫師 馬上打電話叫他來幫忙 對 那可以有很多浪費急診資源的對不對 有啦 急診醫師比較辛苦 比如說颱風天來看什麼 看頭皮癢的那個 對 看頭皮癢啊 對 前幾天而已啊 他到底怎麼了 他把他 把他的車子沖下那個 他前一天睡覺的時候 頭皮會癢嘛 他起床之後 覺得要看醫生 就跑到急診看醫生 就這樣 他的主數就是頭皮癢 沒有什麼其他特別的問題 那這樣就佔掉一個醫生的時間 對啊 大家都在緊張說 看這次颱風天 是不是有其他的受傷的人 要來處理的時候 他就走去來說 我要看頭皮癢 那如果醫生在幫他看的時候 如果有另外緊急的病人 或是有其他病人在處理的時候 其實是還蠻頭皮癢 那個病人是女生 他真的就想看你而已 不是看頭皮癢 他是來急診的 所以急診醫師一看 前面就直接就擋掉 對 那如果現在是 為什麼有人可以這樣浪費醫療資源 為什麼醫院不能拒絕呢 不能拒絕啊 因為被拒絕他們就會說 我沒有醫的啊 我就不說 到急診啊 我們通常會勸他 會跟他講 可是跟他講 他有說我就是要來看 你也沒辦法 因為沒有什麼法律規定說 也許我覺得 我們實在也不能夠 用自己的觀點 因為頭皮癢搞不好 對他來講 是一件很痛苦很痛苦 需要馬上解決的事 可是已經是前一晚的事情了 你白天早上起來 好像就還好 他說我是昨天睡覺的時候會癢 可是我忍了一夜啦 可是頭皮癢 那可能有時候 有些癢 大家有沒有經驗 就是那種癢到你抓不到的 燒不到癢出 真的會啦 就像鄭大哥講的 有像鄭大哥講的 就是說 每個人忍受的程度不一樣啊 因為他真的覺得要去啊 沒有啦 我告訴你 你去國外 如果是國外的那種付費方式 急診的付費方式 你看他頭皮癢 他會不會去 他不敢去 他不敢去 所以這個就是個人基本到 你就是欺負健保很多人嘛 這個都不用再講 所以健保要分別嘛 這個都不用替他想理由了啦 我跟妳說真的啦 你若住人這麼穿的時候 沒辦法 你住人就要來了啦 你睡起來才想說 我怕你這樣說 我怕你這樣會穿 就算好了 所以就是說 如果當你的太太 然後是冬天 又是寒流來了 然後很想跟你異味在一起 其實也是不太可能的事 有看運氣 如果是值班就是看運氣 因為一通電話來 可能我 當時就要在醫院 或是我不管在任何地方 只要電話來 需要回去開刀 需要處理 就要馬上回去 那我可以陪你去值班嗎 我跑來跑去 如果是老婆嘛 我就陪你嘛 對啊 可是他也是晾在醫院的某個角落 因為我要去開刀 或看病人 你裝模子感冒嗎 對啊 比如說你剛才有一張商品 你都要窩在那邊睡覺 對啊 你說到開刀房 不是我說那一個 那個窩在那邊睡覺那一家 對 找空檔 對 你來真的是假亂的啦 拜託 真的啦 可是看不到老公 對啊 交屬的心情 不是嘛 所以你又 難怪哪裡找 你又不是不清楚他做什麼 你才嫁給他的 為什麼說你去做網路測試 你是一個戀愛白痴 來網路測試是這樣 好 這個測試是交往前的時候 感覺換過無數的女友 誰知道這麼老 然後是個型男 應該對女生都很好 那脾氣感覺不是很好 脾氣感覺不是很好 但是還是很優質喔 好 可是交往後呢 測試出來是一定不會劈腿 好 而且是個暖男 只對女友好 其實是戀愛的白痴 好 而且是個好老公的料 一旦愛上了 就離不開他了 重點在這裡 好 欸 所以你交往前後的感覺 這個測試網路測試 是專家老闆的 就表示很準啊 那你真是這種人嗎 我喜歡他右邊交往後的那些東西 哪些哪一些 右邊看起來都很好啊 一定不會劈腿 對這些看起來都不錯 你是個有溫度的人 嗯 不敢自己講這種話 嗯 對 不敢 然後只對你有好 而且不會劈腿 對戀愛 你戀愛是個白痴嗎 嗯 如果按照我11年沒有交女朋友的話 我覺得多少程度 應該有一些 已經生疏了 因為時代變遷了 很多次都沒有 不知道到底要怎麼樣 跟人家去交往 不是繼續相處下去 我覺得多少有一些 姐姐可以教你 可是現在不是有情緯版 你為什麼不學一下 就誰 情緯 這個版本不好吧 醫療人員有時候 不太知道情緯是誰 這版本我可能會再上新聞 可能要上很多天使 我應該這樣不太好 你不知道情緯是誰啊 我當然知道 真的有財團千金 想要的事情 對 財團千金 你是說怪怪的 財團千金 有怪怪的喔 你講一下 三年前上過相親節目 嗯 對當時也是單身 大概七八年嘛 所以有上相親節目 那節目完之後 就有人打電話到醫院來 說要找我 那一開始是說 是醫院的高層 某個醫院的高層 說他的秘書要找我 後來說有一個 就是他家千金小姐想要認識我 嗯 然後他問我說 可是他年紀大你一些你OK嗎 不好意思 這個故事可能還要再花一點時間 喔是是當然當然 那我們其實也需要靠廣告資產 啊是是先見一下 好好好 其實說齁 真的來找他爺爺爺 把這個故事講完 這個怪怪女的故事 然後他後來打電話給我說 院長秘書 打來了 打來說他家千金小姐說要介紹 他說年紀比你大你OK嗎 可是因為我他還沒有講多少 我又講說好吧 如果是交朋友的話我OK 他說可是帶你七歲 我就一想 嗯不對啊 這樣不就四十了嗎 可是因為我覺得 送我小姐一回就撞不了 對啊我覺得當面具體上也沒有很 就是我說好吧 那就交朋友嘛 也還好 然後他說可是李過婚你OK嗎 他就越講越奇怪 可是後來這個人他要是跟我聯絡 這有什麼奇怪的 後面的發展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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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民感什麼啦 沒有沒有 暖男 你要給溫度 對啊 溫度 對不對 那我還是很客氣跟他 不是 你要看這個場合 因為場合這個場合 有這樣身份的人 是是是 對不起 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要有溫度 後來呢 沒來沒問題 後來他說千方百計想要跟我聯絡 他甚至還自己說 他是我們政府從美國請來 要監督我們專科考試的醫生 哦 然後我剛好就是要 同意同意 對 我剛好就要快考試了 我想說哇 這不能得罪完蛋了 要考專科醫師 對 我一得罪到時候考試不用考 所以還是 還是跟他有聯絡啦 可是他後來就 不然我們要生困到底 他後來就跟我說要見面 我說好見面 那我就說有一群朋友要聚會 不然就一起來 因為我很怕我自己單獨跟他見面 還是會有問題 其實滿尷尬的啦 結果見到面之後 然後我們先聊天 他又拿了兩大袋的東西給我 他先拿出一支冰酒 小支的冰酒 他跟我說這一支是阿拉斯加的冰酒 一直要兩百萬 他說特地拿來送我 然後又拿出三支冰酒 說一支是二十萬 他說這些全部都是送你的 兩百六了 對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 再二十萬就一台BMD 新一批的記事本說要六十 然後還有一個九龍圖 他在A4畫一個九龍圖 說這個是我畫了五個小時要送給你的 可是我越聽越奇怪 而且他說他是什麼前副總統 蕭萬場先生的乾女兒 然後他又說你看過黑卡嗎 你看這一張就是黑卡 就越來越奇怪 等到跟朋友見完面之後 朋友們也都覺得他很奇怪 其中最經典的是有個女孩子問他說 你跟王醫師怎麼認識的 他竟然說是月下老人牽線啊 所有人都傻掉 後來我又假裝喝醉 之後先把他送走 然後我們在一起在聊天 結果剛好因為我們在朋友 賣酒的地方喝酒 他又去查那幾支 上幾十幾百萬的酒 其實差不多都一千五百塊左右 後來我覺得不對勁嘛 他長得很怪的 不是啊你要把酒退回給他 他長得喔 他剛見面的時候 他說你是整型外科醫師欸 你覺得我哪裡需要整 其實我那時候 心裡面很想講說 其實你不用 你應該直接投胎就好 可是我就不好意思講什麼 我就說 沒有啦其實還好 心裡心裡 交往前行男行男 真的心裡面我真的是這樣講 行男行男 交往前是行男 我心裡面一定都會講實話 可是我就跟他講說 應該還好啦不用 可是他說對啊 我的整型外科醫師我問過 他說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整這樣很好了 可是你光看他就是 你如果你沒有看過石神的話 裡面的火那個火雞姐有沒有 我覺得 你講成我真的假的火雞姐 因為他牙齒很爆 然後長得眼睛也好什麼 就是其實他講說他40 但他其實看起來真的是快50那種臉 所以我其實真的 50是什麼種臉 真的不太敢講實話 你敢不敢 你敢 我沒有影聲 你自己跳進來 你這樣沒有背影 不是他就亮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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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在準備了 周秋節也是有送你好不好 我講實話 我們挖挖挖的導播 真的很認真太厲害了 我覺得沒有 好啦 然後呢 也就是說其實他的外型 然後呢 並不是你的菜 我們跟這樣講就好了 跟他原來形容的也不一樣啊 那後來呢 說不定也不是附加監禁吧 這個我就不知道 那你拒絕之後呢 你拒絕之後 後來我擺脫他 後來他又打電話到醫院來 找我 我看門診他又找我都不接 等到後來他就出絕招 說他老媽親自打電話來 說他女兒看到我的簡訊之後 心情不好開車出去之後出車禍 人躺在加護病房 他叫我給他一個交代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他問我到底傳了些什麼訊息給他 可是我聽到不對勁之後 我直接打電話到那個醫院的急診去問 我說你們剛剛有沒有扯話 我說沒有啊 而且他一直說他是副院長那邊的人 所以我還直接打到副院長室問他們的秘書 說有一個人自稱是你們副院長室的人 他說這個人我們知道他有問題 他又是精神方面有問題 所以他醫院都知道 只是一直都忍耐他而已 我當然不理他 那是副院長嗎 那後來呢 那後來呢 他媽媽又打來 又打來說他女兒死掉啊 叫我去看他女兒最後一面 這個真的 那怎麼會家人配合他呢 沒有 其實都是他同一個人 喔喔 一人奔事多久 媽媽也是 密收 密收也是 還有他 所以你可以知道其實他已經是一種所謂的妄想 又對公眾人物說有時候會遇到這樣子的人 雖然是一種比較也是需要幫忙的人 可是我們幫不上忙啦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不可能跟他交往嘛 因為偶爾工作人物都會遇到這樣 所以遇到這樣你會很挫折 嗯 習慣了耶 最近也還有 還有 嗯 自從去年8000之後 可能比較知名 有點知名度嘛 最印象比較深是有一個在 據說在馬來西亞的一個女神 她從去年7月初開始一直到今天 她每一天都會寫大概七八封的Email過來 每一天 寫什麼內容 呃 什麼都不理我啊 你是不是要跟我講什麼啦 我們那段時間那麼的美好 怎麼樣怎麼樣 就講這種東西 那你們認識嗎 完全不認識啊 嗯嗯 也沒講過話 都沒有 她覺得我寫的東西都是寫給她看的 對啦 這個投資 她講很多奇奇怪怪的話我都看不懂 她說你什麼三三五五怎樣怎樣 說你就是對我講話我知道 或是我貼腳說我跟朋友拍照貼上去 她說你是讓我吃醋我知道 沒關係我OK 嗯 然後她說你什麼時候要來 好忙喔 她有一天真的跑到機場去等我 她說她在機場等了一個下午 去馬來西亞的機場 對她說我知道你今天要來 啊我在哪裡哪裡等你 她就訊息就一直傳 Email就一直傳一直傳 可是事實上你沒有要去馬來西亞 不是她連回都沒有回她吧 完全沒有回過她 不是因為她的崔略老師她條件很好 所以會讓人家引發 很多瘋狂粉絲的投射 你知道嗎 就把她視為這個對象這樣子 這樣子甚至她交了女朋友 甚至她結婚之前 搞不好都還還在幻想耶 嗯 對啊我們都是樹太太啊 就要搭我們送太太啊 沒有沒有 都要我們送太太啊 李太太啊 這個就是齁 就類似了 是是 王醫師你喔 等一下講一下就是說 那你要想你的女朋友 或者你未來當你的太太 需要什麼樣的標準 你說我對另外一般的標準 從外型開始講嗎 都可以 外型當然是看著舒服比較重要 舒服 我不希望就是你平常濃妝夜抹 舒服你這個太濃統了 好講白一點就是 也要漂亮吧 我不希望早上起床之後看到我會嚇到 卸妝之後 可能少一個 就是眉毛少掉啦 什麼的 我不知道那種感覺 比如說起床的時候有時候看會覺得 怎麼好像跟平常化妝不太一樣 因為他那時候是素顏 對對對 這個是一個點 然後再來是我覺得 我覺得 孝順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啦 不管怎樣我父母親也都還在 雖然在國外 但是他們都還在 所以也不能說跟我父母親相處的不好嘛 那我今天身為長子 我要養我家人的時候 你不應該在旁邊講說 你怎麼可以 就拿錢給爸媽之類的 因為這種事情我聽過很多 對啊 身材啊學歷啊收入啊 身材喔 不要很胖就好 對 就是正常就好了 正常 我們這邊有胖的人 身高 誰 我沒看到 對啊 對啊 學歷那些我覺得都還好 只要價值觀什麼的 可以稍微match就可以了 而且雖然我是醫生 雖然我是整形外科 年紀呢 年紀比我小就可以 嗯 對 雖然沒有說要求要小一輪或什麼的 但是只要比我小我覺得都OK 可是聽起來還好耶 嗯 什麼叫還好 我叫他的 女生很多 對啊 我覺得最可怕就是 這個條件等於沒有條件 哦 太寬了嘛 一樣啊 所以你到底真的你要什麼樣的 你是說他沒有什麼誠意是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他 他沒有真正講出 他真正想要 內心的 沒有很具體 哦 我覺得 我認識很多朋友 其實我身邊男生女生朋友都很多 所以每一個女孩子 假如說剛認識之後 他說我覺得你沒女朋友很多耶 那你有什麼沒有女朋友 可是我覺得 你今天這個女孩子再怎麼漂亮 再怎麼OK 看起來再怎麼OK 你沒有相處過 其實根本不知道到底會怎麼樣 是啊 有可能他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但是他其實 呃 可能公主病很嚴重 嗯 或是相處起來真的非常的不好相處 這都有可能 有遇過公主病的女生嗎 呃 為什麼要結紮 而且還沒有生小孩 我們又沒有還沒有結婚生一群小孩 他說 可是我就覺得什麼 這樣不好啊 啊不然你先去結紮好了 我一下傻掉 我說那 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說不是可以接嗎 你就再接起來就好啦 嗯 我說接有失敗的機率 而且說真的 我現在跟你交往沒有錯 但是我 也沒有說真的很確定 我們以後會結婚或怎麼樣 嗯 你忽然間跟我講這個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接受 嗯 可是他就是有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 他腦筋也有點怪吧 我不知道他的想法到底是怎麼了 反正那一段感情 好像也差不多八九個月 後來就因為受不了 就 就沒有繼續下去 嗯 對啊 OK 你的標準是不是越來越高 會 我覺得隨著年齡 因為小時候 好 講小時候是大學的時候 沒有什麼特別的標準 我看到這個女孩子我喜歡 我覺得條件OK 追 追追 你要不要當我女朋友 可能追一兩個月 追到了 可是再相處 可能就會有一些問題發生 對 等到後來到我現在已經組織醫師第三年之後 就會有一些特別在意的一些點 會讓我覺得 如果這女孩子出現這種點的時候 就開始扣分 比方說 比方說 我不太喜歡浪費食物的女孩子 哦 你可以跟我講說你吃不多 那我可以跟你分開來 就是大概一起點一份 或怎麼樣就好 但是我不寫 我之前真的也遇過 就是他說他要吃 他說可以 可是他吃了大概五分之一 就說我不行 他不吃了 我吃飽了 為什麼你吃 那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味道 跟我想像不太一樣 我想說味道想像不一樣 也不是不能吃啊 而且你如果早點講的話 可能我可以把你的分掉一些 那就不用點那麼多 我也點很多 你也點一大堆 那我們這樣就是浪費時間 你是覺得這樣浪費就對了 對我覺得這樣不好 可是有些女孩子常常會 那我寄付飯錢可不可以 這不是飯錢的問題 這不是錢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 其實我覺得他這樣聽起來 其實不好到點耶 沒有 其實真的 我們現在聽都是說 你覺得女孩子怎麼樣 到最後相處了 你覺得不OK 那你有沒有想過說 是不是自己哪些眉角太多了 有可能 你知道嗎 真的 我是覺得我聽起來 那眉角很多 有時候點 你知道Menu來 然後我點的那個東西 我知道美人姐 為什麼回她這個 那我自己付錢怎麼可以 因為你來 有時候我真的是 不是我想像中的 可是可能如果相處久一點 就會不一樣 怎麼知道我一定要吃跟血呢 就點錯了 這樣都不能喔 那不行嗎 如果他長期是 都點一份 他吃兩口 這個認誰都會覺得他很不會 對 如果他是對 對 可是有時候 我們真的會點錯啊 那不行嗎 這個我沒意見 這個我絕對沒有意見 長期是浪費的 對 這個我沒有意見 如果常態性就不行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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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流汗了 天啊 沒有 沒有 不好意思 你真的 有一種是 我大學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就是這樣 他已經跟他男朋友講 我不吃青椒牛肉 他男朋友就特別點青椒牛肉炒飯 那個 不是 他就說我不是跟你講 我不吃青椒 練習啊 青椒對身體也好啊 對 有些男生真的是這樣耶 我學姐站誰就走人了 你留個自己練好 對 有些人就把它吞了啊 然後就為了 先玩畫畫畫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洪衛兄 要進入你了 要有心理準備 你旁邊坐的是李文婉 不要這樣 我剛剛就講啊 我一定會被觀眾朋友罵 不會啦 不會啦 因為我們這樣 沒有 我們真的是為你好 是 是 我明白 真的 姐姐 人生長 就是 價值觀要很接近啦 不可以浪費食物啦 對 還有呢 還沒講完 所以不管要節儉是不是 真的 有些男生真的 或者女生也一樣 都很在乎一個點 對 還有個人在乎的點 這可不可以還有 再講一下 他剛好沒講完 都有打斷 他不敢講了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說 他就不希望他太太 或者是 如果他有女朋友的話 就是不希望有毒扣灘 你知道嗎 就是 我有一個朋友更好笑 他說 他不喜歡塗法式指甲的女人 可以塗指甲唷 可是他對塗法式指甲的女人 他就是非常的反感 還有這種的 光療是吧 法式指甲 就是前面有一條白的有沒有 對 就是那個 我們講法式 很漂亮 透明的嘛 但是前面有一條小小的白的 對 或者是 男生的那個點真的很奇怪 我沒有這麼多奇怪的點 我覺得要變我另外一半 胸部是假的可以嗎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真的假的 可以接受啊 最主要是可以變好朋友 我覺得你要先 你要繼續交往 交往或結婚 你一定要是我很好的朋友 可是我覺得 我們做朋友可以做很好的話 我相信我們走得比較常 對 黃醫生講的這個我不太肯定 因為你知道我們 我接過一個案例 他原來 他原來就是說 那個男的比女的小七歲 那女的是 在做網路生意做得很好 算很成功的賺錢 那男的剛退役 他就說 那你就到我這邊 大概去應事嘛 因為是他看起來 他 男女的很對位 就叫他來幫忙 幫忙結果 公司都在一起了 那其實這個女的 早就容過乳了 對不對 可是呢 那個男的跟七八 他 小他七歲 在一起十年 等於那個女的 這樣就 那時候他如果是三十二歲的話 那時候已經四十二歲了 四十二歲的時候 男的不想要他了 男的不想要他了 對 男的就寫信來跟我講說 其實他很在乎人家 用假胸部 那都在乎生態那麼久了 所以他最近就覺得很痛苦 一直想用這個理由 就是想要跟他分開這樣子 我就跟他講說 死亂中氣其實是你真正 就你的行為就是死亂中氣 你這個胸部 愈加之罪和患無辭 你已經玩了十年了 你才說你不想玩了 對不對 你這什麼意思 我說你要死亂中氣的時候 我說要後 這個跟王醫師有什麼關係 我的意思就是說 男生說 假胸部他不care 假胸部不care 其實我覺得很多男人 其實如果知道是假胸部 通常 至少他也會撐十年 我可以再做 整形外科醫師 而且現在的那個 真的不是比較好嗎 那個材料都很好 問一下 洪偉 那個假胸部ok嗎 我教過有假胸部的 分辨的出來嗎 分辨的出來 真的啊 對 他多久 半年吧 聽說你以前是花花公子 以前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都是讀南校 所以到了大學之後 開始接觸女性 就開始就變壞了 所以你曾經劈腿 我曾經一次交了四個 在大學的時候 對 那班上交兩個隔壁系 還有別的學校這樣子 對 那後來你也被劈腿 我後來就被一個 小五六歲的女孩子劈腿 很年輕 那時候也是為了人家說 叫我去追 而追 因為他也有男朋友 後來被我追到的時候 差不多一年多吧 那變成他劈腿被我抓到 然後那時候當下非常的難過 對 那對你人生有何歧視 非常嚴重 因為那一次被我抓到 是在凌晨三、四點的時候 他姐姐打電話給我說 我妹妹最近都沒有回家 那她想要在她家樓下等她 那我說一個女孩子在外面等 不安全 我就陪你一起等 結果等一等就看到 我女朋友在巷子口 從一台車下來 那穿的是那種 光鮮亮麗的外舒服 結果駕駛座下來一個男孩子 穿短褲跟拖鞋 想當然了就是這個 我女朋友跟男孩子 可能回到他家裡去 所以才會穿這樣便服 結果男生跟我之間 就產生一些衝突 打架 對打架 因為那時候年輕氣生 結果我女朋友竟然抱著我 讓我挨打 所以那天對我來講 非常非常受傷 對所以我就看開了很多 我覺得怎麼來就怎麼去 對我來講這是還蠻 報應 對報應 所以你交給朋友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沒有找到結婚對象對不對 其實我在七八年前的時候 一直有想要結婚 你現在幾歲啊 我現在四十歲 喔 四十歲 喔 四十歲 怎麼四十歲啊 你說四十歲啊 你說四十歲 你說四十歲 因為通常男人四十歲沒有結婚 就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那你三十五還好 我覺得現在人其實算還好 四十歲的話就是 maybe真的 你真的有什麼隱情啊 我從小一直希望就是說 我的小孩子能跟我玩才一起 我差不多要打算二十五六歲 就開始生小孩這樣子 這樣子 代購上面比較不會有 結果後來因為那時候 年輕愛玩一直找漂亮的 然後一直找一些比較帶的出去 可以沖場面的 那反而發現 有面子的 對有面子的 那價值觀完全不一樣 那所以這樣子相處都不會長久 那等到我想要穩定的時候 結果發現我的女朋友 他不喜歡小孩子 他寧可養貓 他覺得貓不吵不鬧 小孩子會哭鬧 他有叫你結紮嗎 我還記得我們有一次衝突是 我們一起去長灘島玩 然後剛好我們同桌隔壁有小女生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小朋友 我也跟他一起互動 結果他在旁邊突然丟一句 這麼醜的小孩子 你為什麼要跟他玩 那當下我心裡會覺得說 哇你怎麼會 這麼不美麗 對 這樣心態上面就是有一點怪怪的 那後來我一直把這事情放在心裡面 那後來有一天他可能應酬完吃了飯 那時候我一直表達我想要結婚這個意思 那接著開車送他回去 他路上就在哭就說 我上去想要結婚但是我沒辦法 那我們還是分手好了 對是因為這樣子才結束這段感情的 對 那之後一直交流都沒有可以結婚的 一直都我覺得都有問題啦 對一段況下都有問題 那我的問題我自己覺得就是 我一開始對女孩子會掏心掏肺的很嚴重 因為我只要認定喜歡一個人 我就會完全的無私的對他非常好 對我很多蠢的事情都非常非常的多 像譬如說他只要跟我講說 他今天頭痛我馬上去藥局 買要送到他家公司的警衛 那MC要來我都記日期 然後我就去買全新的保溫瓶 去迪花街買黑糖的那個 有薑的黑糖水 熬了每天到警衛室送給他 然後我就做很多這種愚蠢的事情 為什麼這叫愚蠢呢 這不愚蠢啊 這很好 可是剛才把警衛的電話給他 對啊 這麼多喔 可能是警衛喝掉了 你現在空妝嘛 很鹹嘛 可是我覺得就是我一開始 我對於女孩子認識不夠深的時候 我太快把我王牌亮出來 那女孩子對我來講就是 可能他與去與求 他可以說這個禮拜我想要去香港 當天來回 因為他有門禁或什麼之類的 OK 我就把他訂機票 結果因為早上7點多的班機 我說我必須要4點去接你 因為那個淘機最近很多問題嘛 他說這麼早那我取消好了 我就前一天就把它取消掉 我為了滿足他沒辦法去香港 我特去買一些香港知名的餅乾 然後就說代表說我們真的去過 對 反正有很多這些還蠻 真的是蠻那個的笑容 太能了 然後 而且其實洪偉 其實往往你可以考慮 因為潔癖跟妳差不多耶 我看來看一下喔 這是妳的衣櫃喔 這是我的衣櫃 好 這是妳的衣櫃喔 這是妳的衣櫃喔 是 OK 好 妳就是為了拍照 給我們看這個衣櫃嗎 沒有 她一直以來都這樣子 這是哪一個百貨公司專� 嚇死人了 這是妳的 對 我的一個一部分的西裝櫃 然後妳什麼西裝配什麼皮帶都放好 對 好帥喔 這樣 這樣 那這是妳的什麼 牛仔褲跟休閒的皮帶放下面 喔 因為牛仔褲配休閒皮帶 對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這 哇 這一拳一拳毛巾嗎 這是我的內褲 不好意思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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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馬克都要朝上就對了 就是一定要排隊幫忙 然後上面妳的衣服還有防塵袋喔 不是 那是那個法國秀 要做袖扣的衣服這樣子 喔喔喔喔 這是 這是袖子 喔 要翻的喔 要戴袖扣的衣衫對不對 是 哇 就是為了上我們節目中 你怎麼樣 其實我年輕的時候 我會穿名貴的西裝 因為它在外商啊 對 在外商 然後那時候認為說 這是體面的事情 包括我會戴很好的手錶 駐屋子類的 那但是後來發現 你的穿戴越浮華的話 越虛榮的話 你吸引到的人 也是這方面的人 對 所以我後來這幾年 我幾乎把我這一些的 什麼領帶啊 西裝啊 都送人 都繼續放展 因為還蠻貴的 在這邊展覽啦 對啦 你有條文控喔 我會安排那個 由深到淺 包括我自己晾衣服也是 他沒有條文控 他最近就不是了 對 包括像我自己晾衣服也是 我會從短袖到長袖 顏色由深到淺 對 那你會不會把錢都花在這邊 你有沒有存款 對 我有存款 有房子嗎 我有房子 對 我17 18年前我就買房子了 對 我覺得舅舅我媽 你應該找你去 你看 好誇張喔 來來 先休息一下 你對生活有一定的格調 我會覺得 其實宏偉有中長期交往的心法 你說短期交往就看長相 是 交往漂亮的嘛 是 讓你有生理反應的嘛 是 對不對 中期交往看相處 是 然後長期交往看品格 對 我曾經問過一個男生說 請問男生怎樣才會想要娶這個女人 然後他跟我講了一個邏輯 那我想問一下 什麼樣的女人你才想跟他結婚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必須要誠實 這很重要 你被逼我 真的 很誠實 然後第一個就是對待我跟我的家人 像對待他自己跟他自己家人一樣 我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將心比心 OK 對 所以你也會把他的家人當成事 會 像我出去買東西 包括像我爸有泡茶吃零食的習慣 我都會同樣買一份 就直接 就是說拿給你爸爸這樣子 那到哪裡我都會把他的父母當成事 很重要 對 包括不管父親節母親節 我們都會陪他吃飯送禮 我覺得這是基本的 對 那你的短期中期長期是怎麼樣 是 我是覺得就是因為我的年紀成長的關係 因為之前像我年輕的時候 我都只會看外表 那中期的時候只要他對我的信任度夠 然後相處起來是輕鬆愉悅的 我就願意接受 當然 當然我們前面的基本的這些外觀的條件 我們當然還是會堅守住 對 那後來的部分我覺得人體就非常重要 對 輕鬆愉悅 那那個大叔醫生呢 你的怎麼樣的女人 你會想跟他結婚 好困難的問題 好我跟你講這個男生跟我講的 他說很簡單 當一個女人滿足我的舒適跟自由 還有性滿足 我就會想跟他結婚 舒適 跟他相處起來很舒服 OK 然後呢 跟他相處起來 我又有那種自由度 就是我不會覺得是被 不會管他嘛 不是不管 是那種 不會讓你很 很 然後呢 還有性滿足 我就會想跟他結婚 我沒有理由不跟他結婚 然後我去大陸遇到一些台商 我也問他說你們夢幻的老婆是什麼 他講的也很簡單 第一個跟我講就是 九點以後我沒有回家不打電話的 他只要這樣耶 不然美瑞你剛剛提那三個條件 我們只能夠滿足最後一個 三面那一半 那個洪偉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 來來來等一下等一下 沒辦法 你在臉書寫說 你把那個秀密再給我一下 那如果是你的女朋友或你的太太 把你弄亂的你會生氣嗎 其實還好因為我交往女朋友 他們的衣服也是我洗 然後也是我摺 因為女孩子的衣服 有些會是獅子的比較軟嘛 比較不好摺嘛 那我都是自己拿來摺 對 所以你的太太家裡面的家事 如果做你不滿意 你會撿起來做 其實大部分都是我在做啦 我女朋友的話我都在大部分 除非就是說我真的很累 因為之前在銀行上班會比較累 那有時候會希望說 要不然就一起分工 像我煮菜的時候我希望她 她打獎好 那就你洗完 但是我曾經運到過一個女孩子 那就是我都已經準備很 花了很多時間準備 然後煮了菜之後 她要換她洗 結果她就躺在沙發裝睡 結果眼睛還張開一隻眼睛被我看到 偷看 不誠實 然後我就在那邊洗碗 就邊笑 就這樣怎麼會這樣子 你會覺得你太厚 有那種感覺太厚 我找到一個國外朋友 他事業也成功 他買了 他很重視車子 買了跑車 然後他跑車都是去外面洗 外面給人家整理 你知道在美國 他說我說你這樣子給人家整理 一次多少錢 他說五百到六百 六百塊美金 好 那回來 你家裡 因為他有時候出差回來 他看到那個車子有灰塵 或是某個地方被人家 你知道有時候小石頭會K到 K到啊 大發雷霆 大發雷霆 好 不好意思 他故事和你稍微有聲音就是說 他非常 你知道嗎 就是他給我看他的行李箱 他就自己整理 好 比方說我這一次準備了 二十一件襯衫 哇 折到喔 然後自己在家裡面自己燙喔 那個內褲也是一樣 那我當然不是講說 你一定會大發雷霆 所以我才說這個問題 家人如果沒有配合你 你會生氣嗎 其實不會耶 像我家也常常會有朋友到我家喝酒 然後抽雪茄之類的 那他們一到我家都會有壓力 因為我的 像我的拖鞋都會對齊那個 磁磚的連接縫什麼的 然後我會跟他們講說 你們就真的 磁磚對著什麼 磁磚對著什麼 磁磚的縣這樣子 然後 對比我更嚴重 我們可以約比地方嗎 我會說 你這樣比我中心比較嚴 你的拖鞋要對方還有朋友聚集嗎 你那個還沒有講完 還是有 但是像我的部分就是 朋友在我把我家弄亂了之後 可能有雪茄或什麼 他們離開我都會自己 花兩個小時自己整理 包括像我女朋友也是 他們弄亂 因為我是覺得說 像你拖鞋要放 你隨便放也是五秒鐘的時間 你整齊放也是五秒鐘的時間 那我不會特地要求說 他一定要怎麼做 像他們有時候那個毛巾亮起來 有點亂嘛 或是那個Logo沒有對外 然後他們離開 Logo沒有對外 我的電腦應該講這個 但是我會自己 花時間就把它調整回來 什麼對外來 有什麼問題嗎 那就是我自己看得舒適了 就是我的希望 那我不會去要求 那所以我 我曾經有女朋友跟我吵架 他會知道 會像我抓狂的時候 就把我所有衣服弄亂 對 把我所有摺好的衣服都全部弄亂 就是為了惹我不開心 這樣子 不過你講的這些我不一定相信 除非你找我去你家看看 你先把拖鞋踢到地板上去 來喔 來喔 這個人其實生活很有品味 這是女朋友啊 不是 這是謝淑薇 這是謝淑薇去他的店 來開餐廳 打網球 而且他最近剛打進我們的奧運代表隊 好厲害喔 我很感謝謝淑薇 因為他本來是要退賽的 所以沒有配教練給他 不過這事情解決了 淑薇謝謝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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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 這是你的店裡嗎還是 這是我的店 對 這麼多好朋友 常常光臨就對了 對 而且都是藝人朋友啊 卡洛迪啊 KID啊 像憲哥啦 然後黑人 KID 然後玉琳哥 忠哥他們 還有潘老師 詹老師這樣子 那誰喝醉過 其實他們酒品都蠻好的 嗯 對對對 好 你看看 自己喔 在海邊喔 他抽雪茄 這是雪茄嗎 這是雪茄 這個應該是零食 這零食 對 因為一整天沒吃東西 這一瓶是 那個是巧克力醬 沒住啦 對啦 對 這個是 那個是雪茄的噴槍 因為你要把他點到 旁邊是雪茄的煙灰缸這樣子 一個人喔 就你一個人嗎 就一個人啊 都傳到這樣喔 他去釣蝦場 釣蝦場 釣蝦場來帶那個 香檳嗎 好 自己帶香檳不打緊 他自己準備香檳杯子 哇 因為這般人說 阿酒我喝酒 但是我不會去剪菜嘛 對啊 然後他還 抽雪茄喔 釣蝦場 我看釣蝦場 你看看我這個是笑的 然後這個是和紅酒 對 在電影院的時候 電影院喔 電影院的紅酒 自己帶紅酒去喔 因為我都自己一個人去看電影 而且還帶紅酒杯喔 對 還有四九刀啊這樣子 都會帶著 那你是有一個箱子是不是 我自己包包隨時都會四九刀 那杯子的話 它會有一個套組 會有一個硬殼 都會有 對 我都會放在車上 你是不是四九如命啊 你有酒精中毒嗎 沒有啦 那就知道他沒有酒精中毒 沒有要問清楚 替大家問 替大家問 吃 野菜 那也是香檳喔 自己吃 還有辣 真的喔 是辣 這好吃 大老城 但是配香檳是OK的嗎 其實那時候我只是為了配它白斬雞 對 只是它的鹹辣是比較有名 對 在英明北路那邊 其實滿懂得生活的 可是你在臉書上面寫 而且凌晨四點 不知不覺我又在停車場睡著了 現在除了自己家的床無法入眠外 其他像高鐵車廂 電影院 飛機上 自己店裡面的沙發 車上馬路邊 U-bike站公園 我都可以睡 睡得超深沉 到底該怎麼辦呢 我也想要在自己的床上呼呼大睡啊 為什麼舒適的地方無法睡 一定要在困苦的環境才能黯然入眠 這是為什麼咧 其實我覺得就是 我一個人的時候 假設我精神狀況很好 我可以滿自己一個人過得很好 那但是當我的壓力夠大的時候 我總希望旁邊有伴 包括你睡覺的時候 我習慣旁邊有人 不管是男生女生 我都會覺得睡得很安穩 那後來就發現說 這陣子因為這陣子沒有交女朋友 旁邊沒有一個人 回到家是完全睡不著 所以就開始會吃退肌宿啦 安眠藥這些幫助入眠 那反而我不吃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在外面 包括等人我都可以等到睡著 看電影明明看的是那種戰爭片 或武打片 我也可以看到睡著 對 所以有時候醒來的時候 怎麼鐵門拉下來 我一個人被員工關在店裡面 因為我已經睡著了 為什麼你說 你之前薪水也高 然後看過女人也多 你覺得現在的女生很難懂 不早要再說真話還是假話 你有這種感覺嗎 好 這個好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有嗎 好 有 有嗎 你看過 夠多喝 我都看過 蛤蛤蛤 蛤蛤 蛤蛤 最重要的觀眾的口味是型男還是暖男 那別忘了不管寫型男還是暖男 它有效果的前提之下 你要按讚 OK 讓我再為你介紹一次 型男請舉手 OK 暖男請舉手 OK 好 記得在我們的粉絲團按讚喔 OK 好 謝謝 請來 你本來在外商銀行嘛 當到副總裁年薪四百萬 為什麼會想去開餐廳 餐廳你專業嗎 其實我從來沒有做過餐飲的相關 包括賣酒這些我完全沒有 只是因為之前我還滿樂於享受生活 每個禮拜都會到外面去吃吃喝喝 自己帶酒 後來發現說台灣的餐廳結構 不是我想要的 因為餐廳的酒水錢 大部分都會開到零售價兩倍到三倍 它有它的機會成本 跟它的服務在 餐廳累嗎 非常累 我開了這間餐廳我瘦了12公斤 從去年的11月我那時候是66公斤 我最瘦到53.8公斤 那最近又 最近又胖了一些些回來 現在變成55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撿雷不一定要離婚 開餐廳 開餐廳 對 就可以了 謝謝 謝謝 以前四百 年薪四百 現在呢 我現在一個月營業額都差不多 一百多萬左右 雖然穩定 因為你現在不景氣來講算好 因為我餐廳小小的 就28到35個位置 對 算是小的 是是是 那這樣不錯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都沒有一些來狗你的嗎 其實有欸 其實有欸 我最近就是 這不知道該不該講 因為就前陣子就是遇到一個 然後就是 對我還蠻主動積極的 加我的LINE啦 加我的臉書 然後 因為這樣子 像我前陣子因為 開了店 然後我人生第一次長 長算是 水痘 就是 對我第一次 40歲才長 對 然後那時候他就會 而且我是一個人自己住 所以兩個禮拜 完全就窩在家裡面 足不出戶這樣子 對 然後那時候他就會關心 那就是太勞累了 對太勞累了 因為你抵抗力 對太勞累了 然後我想說欸 這個女孩子也漂漂亮亮的 但我印象是說他還有男朋友 那 再三確認之後 他說前男友 所以我們才出去做Dating 去看電影 去吃東西 那當然後來發現幾次就是 有一些訊息啊 都沒有回 或以毒未回 或是打電話 他說他不喜歡打接電話等等 後來才發現 他又 他事實上 男朋友沒有分手啦 就大概類似這種東西 對一開始太掏心掏肺的後果 就是太容易被他掌握了 嗯 OK OK 所以你就不知道 女孩子在相信嗎 我不知道 對 那問他你比較知道齁 我也不懂 太困難了 我是外科 我是開刀的 我不是精神科 所以有點困難 太困難了 我也看到心耶 有點困難 你覺得為什麼 教育到可以結婚的對象 嗯 我覺得做好多 嗯 相較起來我覺得 做太多了 對 他如果一開始就覺得 你就是該做到這麼多 那你接下來就是 一直都要做這麼多 對 可是我覺得宏偉 你是一個很追求自己自由的人 對 你可以在雨天自己出去跑步 嗯 所以騎腳踏車 一個人去吊蝦場喝酒 是 一個人去海邊 是 所以 就是說 會不會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一直在單身 洪偉你要練習喔 嗯 你要掏心 你先掏心 不要一次連肺都掏出來 你先掏心 下次掏肺 你不要一次掏心跟掏肺 對 而且我覺得你要先 做一半 你的那個付出 因為他是付出型的人 沒錯 你知道 他是越付出 越有愛的感覺的人 對不對 你是這種人嘛 可是我一直覺得 像我可能我們家的環境的關係吧 因為我們家的人喔 都是為別人付出得到肯定 我們才有存在價值 對啊 所以你是付出型 所以你要改變 對 然後你我覺得你付出的對象 好像也沒有稍微了解一個基礎 對 我想你起碼了解個百分之60 再付出百分之30 然後再慢慢 其實我女生朋友還蠻多的 是啊 那為什麼你一直就沒有辦法 你覺得 我不知道就是 可能我自己的觀念吧 因為我對於女生朋友的話 我一開始會給他很多的挑剔 就是等於是有點像測試這樣子 假設你被我挑剔過後 你只能適合當女生的朋友 我們就是走女生朋友的路 那如果說你是適合交往的話 我們就會走女生 跟女朋友的路這樣子 你怎麼會挑剔她 你怎麼挑剔她 其實從一些 譬如平常的互動 有時候譬如說 女孩子很重視外表 我們就可能會虧 嘴巴見了一點點 嘴巴討厭一點點 我們就開始會挑剔啊 或是怎麼樣 其實這是我比較大的一些問題 這個女生在這兒挑剔她 我不敢 我要請她 你挑剔她是想追她啊 對不對 要測試啊 不是 你知道嗎 鄭大哥像其實我覺得 他有一個很衝突的地方 像剛剛鄭大哥有講到一個 那個重點就是說 你看從你Po的一些 你的生活也好 你的Leave your time也好 其實你是很熱愛自由的 可是你一方面也就是說 你很愛付出 可是如果我是那個女生 我走到你的家裡面 比方說我們剛開始 你可能帶我遊山玩水幹嘛 我覺得你還蠻健談的 很開心 可是當我可以進一步 可能我可以到你家 變入目之兵了對不對 我可以進到你的生活環境 我進到那家裡面那一瞬間 我會有壓迫感耶 即便我自己 我跟你講 你都不用 其實我都不用問喔 光是看你衣服這樣掉 東西這樣擺 內褲還有那個Logo對好 我跟你講 你絕對是一個極度挑剔的人 挑剔到不行 你家你是怎麼擺 我跟你講 因為 這個要Match嘛 因為我是這樣的人 所以我 你是怎樣的人 我跟她差不多 你也是 對 我是就是可能 我的 比方說抱枕 抱枕對不對 對 可能它上面有Logo 可能一個在上面 一個可能放反了 就是被動到放反了 我可能要出門對不對 我那個余光一瞄 我真的其實已經時間來不及 我一定要再回來 我要把它放好 然後或者一個枕頭是歪的 我會受不了 然後包括 可能有人把那個腳踏墊弄歪了 我會受不了 你一定要把它踢正齁 沒有 我就把它弄正 然後上面仔細看 有沒有根頭髮 有根頭髮 我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就是 衣服要擺得整整齊齊 然後床單我起來 就是一定要拉平 再拉平 然後我的床 晚上就要再睡了 沒有啊 可是你看了就不舒服 所以我說這種人 一定是極度挑剔 所以你不要說 不會啊 都我來做啊什麼的 一定會心生怨念 你自己 真的摸著良心就是說 當你女朋友 當你女朋友 用著那個眼睛偷偷睜開 被你發現那一剎那 其實你心裡沒有覺得說 哇塞這個女人有夠懶 有夠賊 為什麼都有在做 不要一定多多少少 你有時候嘴巴一定會 抱怨 像王醫師齁 他就說女生點太多 他會過不去 你呢有沒有 這還好耶 我是在找尋一個 能夠把我征服的人 我說真的 因為像我 就擺得比你正了這樣 不是 我所謂征服就是說 他讓我對他非常非常的肯定 我非常肯定他 那他可以改變我 像我之前我交了這些感情之 這段期間當中 曾經有兩個女孩子 因為他把我吃了死死的 我家的環境就是 比現在亂十倍以上 我可以接受 就是你要我們就是 遇到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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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哪一點 你才會被征服 怎麼樣才會被征服 我覺得個性的互動耶 對 因為他夠了解 因為我欣賞聰明的女孩子 對 因為我 現場這裡的三位 是 三位都是智者 我除外 都是智者 我不是智者 很完整 年過半 你跟旁邊 我跟旁邊 我跟旁邊 有沒有 他那個環境真的會 好 別忘了上我們的粉絲團 去按讚 然後一定要投票 喜歡型男的 舉手 好 加1好不好 喜歡暖男的 請加1 OK 自己去填 然後我們統計網會告訴大家 那這個 剛剛我講了說 你要讓男生付出才會 男生要付出才會產生愛情 很多時候女生都做太多 對 那付出有三個層次 小付出 中付出跟大付出 小付出就是付錢 他可能請你吃飯啊 買東西送給你啊 這時候你不要拒絕 OK 因為你給他付出 他有愛的感覺 中付出就是付錢加付時間 所以他來接你的時候呢 你要一方面肯定他的 你要先心疼他的辛苦 可是你要立刻肯定他 哇你好辛苦 可是你有來接我 我好幸福喔 真的可以天天來接我嗎 不要太累喔 OK 你要讓他來接你 先不要 不要不要 我自己就好了 你這樣太累了 我告訴你 他會沒感覺 你要讓他付出 然後大付出的時候 你就不能玩他了 因為這就會上社會版了 什麼叫大付出 他已經為你在你身上 又付錢又付時間 又付了資源 什麼叫資源 就他自己本身沒有 他去張羅出來給你的這些資源 這時候你玩他的話 我告訴你 會是社會事件 你不可以玩過頭 OK 所以你要讓男生付出 這樣比較容易產生愛情 對耶不對 對 完全真的 我這是問男生的 太厲害了 真的 女生不能太賢慧 來我們看一下 那十大夢幻男友的職業 第一名就是型男醫生 第二名企業家 第三名律師 老師 運動員 機師 軍人 導演 警察 跟檢察官 導演上訪耶 導演很奇怪 導演好奇怪 導演 導演是不太理工的行業 導演沒有才華 才華 創意啊 但是導演太多跟女明星 漂亮的女明星 那種 可是我就想到蕭強 你知道嗎 我當然知道啊 因為我有電影 我有小時候 改拍成三部電影啊 我接受很多電影界啊 你知道嗎 今年快48歲的蕭強 他就講啦 他選男人 像才華對不對 絕對不行 有兩個補助的 一個就是說 錢財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嘛 另外一個就是奴才 你要有一點奴性 讓我奴役的那種意願 這樣才OK 光是有才華不行啦 這一定是小女生做的統計 太不實際了 才華不能當奴役的嗎 你也太幻想了吧 又要人家有錢財 又要人家當奴才 他說 基本 基本 基本要有一點財 財務的那個bass啊 你不能說零嗎 我覺得財務的bass 然後我覺得另外一個就是 他有疼惜你 不一定要做奴才 他有疼惜你 你有覺得被疼惜了嗎 那要說說一下 宏偉跟王醫師 因為我是有朋友 就是說 男朋友四十幾歲 他有幾歲的姊姊 姊姊都五六十歲 但是他們全家都沒有 男生沒有娶女生沒有嫁 這樣 不過說實話我也不知道 他們有什麼案子 我就跟他說 你們現在還在想要嫁 他說 可以 有嗎都沒關係 因為他們生活現在都已經固定了 其實很怕有人進來擠 你知道嗎 因為你會被干擾 這樣 我意思是說 你會不會擔心 其實我覺得會耶 因為我現在的生活步調 都是以自己想要的去做規劃 或者去做生活 那突然有一個人來 不管是他的個性啊 或是相處習慣 甚至兩家人的價值觀 是不是能夠合 我覺得這都會是我們擔心的一個點 對 那當然我們還是 你外到這裡這麼自在 要去釣蝦場 然後拿一個什麼 白酒去喝 對嗎 可是你老婆可是不是這樣要求你的 老婆是叫你去幹嘛的 那我交女朋友或是另外一半 有一個基本要求 就是一定要會喝酒 對 我覺得共同興趣很重要 可以跟你一起喝酒嗎 可是我覺得夫妻兩個人都會喝酒 適度的喝酒 適度的喝酒很有情趣 對 非常棒 對 從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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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是覺得從小生活 我們花一點點的錢 可是可以讓我們的生活 帶一點點的美好 我覺得這是還滿有樂趣的 可是現在我... 我聽鄭大哥講的... 我的感覺啦 我的截圖是說 你現在就是一個人自在慣了 有沒有那種懼怕 就是說突然間有一個人進來 你會無法適應 其實我會期待那個不適應感 有可能會改變我 因為我生活太過嚴謹了 如果說有一個人... 因為我一個人生活慣了你知道嗎 有個男人突然來我家 那個男人會一飄進來 我是完全不適應的耶 你現在已經養成這樣了對不對 對 我有侵犯的感覺 因為有一次我家燈壞了 我真的搞了很久 我真的沒辦法裝就沒辦法裝 我只好求救 因為那個燈管放那邊容易破嘛 我就打電話到樓下警衛室 沒有沒有 警衛室 那因為我覺得那個阿伯 大概是五六十歲 那是相對安全的 沒問題 沒這麼說啦 對啊 然後其實不需要這麼殘酷啊 留一點口德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是我真的很直接的一個感觸啦 然後就一上來那天 剛剛阿伯不在 真的就是一個年輕的來當班 你知道他180公分 那個門一打開推開 喔 我整個人是真的哇 我真的通電 我真的通電 我跟你講那個你上來我知道 真的我不變了 因為那個一進來 我那個整個覺得被侵犯 那種不安全感 都無法無法形容 那個真的很忐忑 然後他在幫我裝 因為還有就是在玄關那個地方 他在裝的時候 我在那邊真的是 真的 真的坐立難安 我想說你什麼時候 然後那個飄過來的那個汗位 是讓我覺得 Oh my God 我意思是說嗎 不舒服 你知道嗎 就說那個單身越久 所以我的意思是你 越接受一個人的可能性 就越想 對 單身會成為一種習慣啦 要 你知道嗎 這個習慣真的養久了 真的要打破 是有效一點突破的 我意思是想過這個 有啊 我自己過生活過得很好嘛 對 可是當我今天真的想要成家的時候 然後應該是說 如果有這個人進到我的人生 我的生活會過得更美好的時候 嗯 我才會願意結婚 如果今天他加進來的時候 我自己發現我的人生都亂掉了 變得很不規則 或是變得比現在更差 那就算了 可是有些事情是你婚前沒有辦法發現 對啊 這才是很困難的事情 對 對 真面目通常是婚後 哈哈 而且這無法改變的時候 而且我很怕他們兩個都是錯選的 都怎樣 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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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選的都不一定是 錯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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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